网红馆长陈志涵经常透过网路直播来针边许事 这回还公开邀约国民党的立委蒋万安 一块来直播回应他的麻辣提问 馆长昨天直播的时候说 2018年没有半个民进党的人敢来上他节目 但是到了2019年则是没有任何国民党的人敢来 因此他希望蒋万安可以当今年国民党的第一人 还加码呛吓说对方应该不敢来 面对馆长下站铁蒋万安则坦言 目前没有规划 想约蒋万安还想一起讨论韩国瑜选总统的事情 听听他的想法 甚至直言2018年没有半个民进党的人敢来上节目 2019年则是没有任何国民党的人敢来 判蒋万安能当今年蓝营第一人 面对馆长立邀 蒋万安则淡定回绝 目前没有这样的规划 其实多天我就照既定的行程跟步调在冲刺 另外还有网友提问 找吴怡农 好 我想要先找蒋万安 然后再找吴怡农 蒋万安的立委选战对手民进党的吴怡农 日前已经先接受网红博恩的脱口秀节目专访 会不会想再和馆长一起直播呢 如果有机会我们这个推动这个社会对国家安全 国防的这个认知跟支持的话 我当然很乐意 立委选战找网红合体 步调节奏掌握各有考量 记者纵不倒